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看133页 倒数第二行 好 经典说 种宝国土一一介上 有五百亿宝楼 就是说在这个 种宝的国土 在他的这个介上面 那么 前面 在讲这个流离地的时候 这个介会放光 那么在处虚空当中如星如月 那么光中有光明台 那么光明台上面 我们看一下 125月这边 这个讲到戒 戒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第二关里面说 125月倒数第二行 流离地上 以黄金绳 杂策兼措 以七宝界 分迹分明 就是说这个 极乐世界流离地上面 以黄金绳 纵横交错 作为道路 然后以七宝界 分迹分明 然后在每个当中 每个区块里面 以七宝 各种宝排列组合 一一宝中 有五百色光 奇光如花又是星月 就这个七宝界 就这个七宝界 宝地会放光 放到空中里面 成光明台 变成一个空中之城 一个光明台 楼阁千万百宝合成 在这个台上面 有楼阁千万 于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床 五亮乐器为庄严 八种清风 从光明出 五齿乐器演说苦空无常 无我之音 我们翻回来 133页 我们刚刚主要是讲这个界 就是前面在第二关的时候 这个界会放光 光就选处虚空 变成光明台 台中有楼阁千万 还有百亿花床 各种乐器 这是由界放光 到空中的楼阁 有很多的空中楼阁 就是我们一般说空中楼阁 就是我们一般说空中楼阁 那么现在呢 这个是讲地上 133页就是在地上面的 所以呢 种宝国土一一界上 这是在地面上的 刚才那个是在空中的 空中楼阁 现在是地上 一一界上就是每一个界 每一个区块区域里面 都有五百亿宝楼 就是说极乐世界有很多很多区域 那么每个区域不同 那么每一个区域都有五百亿宝楼 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 做天祭月 那么在楼阁当中有天人 无量的天人 做天祭月 做这些天月 这个是在地上的 地上的楼阁当中 又有乐器选处虚空 如天宝床不古致名 然后呢 空中又有很多的乐器 选处虚空 在这个空中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看有 画那个佛像接影图里面 空中有画乐器 有鼓啊 有针啊 有声啊 种种的 空中就有乐器 然后如天宝床不古致名 那么不用去鼓奏乐器 它自己就会发出声音 就不用弹奏 就空中的乐器不用弹 那么它自动就会发出声音 那么前面是这个清风吹来的时候 前面呢 是说风吹的时候呢 光明化成风呢 八种清风吹这个鼓动乐器 那么这里没有讲风啊 来鼓动 只是不鼓致名 所以空中有乐器 此重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生 一百三十四页 就是楼阁的天人的音乐 还有空中乐器的音乐 通通会说法 念佛念法念比丘生 就表示说这个音乐 这个是音乐会说法 所以弹出来的就是法音 不是一般的世俗的音乐 只想成以名为初见极乐世界 宝树、宝地、宝池 视为总观想 那么到了如果这个想成就之后 就大概见到极乐世界 前面有去从宝树、宝树 还有琉璃地的宝地 还有八宫得水的宝池 还有八宫得水的宝池 加上这个地方的宝楼 大约那个一报 国土大概就是这样 视为总观想 明第六观 总观想就是说 这一报就是极乐世界的环境 世界大概是这样 除了菩萨、佛不说之外 这个一报、世界就是这样 明第六观 若见此者除无量一劫 及众恶业 命中之后 必生彼国 如果我们能够见到极乐世界 这个宝楼阁、宝树、宝地、宝池 那么这样子能够除无量一劫 及众恶业 可以灭这个恶业、罪业 命中之后必生彼国 所以 如果能够见到极乐世界的人 命中能够必生彼国 所以 这个依照经典说 如果能够见到 当然如果是在定中见到 是最好 所以如果梦中梦到 应该也是可以消罪业 假如你梦到极乐世界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应该都有灭罪的这种功德 命中之后必生彼国 做事官者名为正官 若他官者名为邪官 我们上次有解释过 做事官 做事官的话就是说 要知道说我们本性具足有极乐世界 那么如果知道说一切为心照 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 那么叫做正官 若他官者名为邪官 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有其他的看法 那么这个叫做邪官 知道说这个为心净土啊 都是由自信所限 那么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争不解 那么这样的就是正官 如果其他就是邪官 超二经文四 经文分四段 出名总官 这个出名总官 那么出二三四 二在哪里 二二在倒数第六行 这个下面有个二 四为下解 然后再来三 若见下名利益 四呢 再倒数第四行 四 做事下 显官邪正 就是分四段 那么出名总官 分两段 出官保楼 第一段 官这个保楼 分两段 出中保下 正名官楼 二七楼下 二处越深 出中保下 正式说明要关这个楼 就是说一一界上有五百亿保楼 这是关楼 然后二旗楼下 二处越深 有两个地方发出音乐声音 即楼中天坐 即空里至明 就有两个地方 保楼的楼阁当中 有天人坐乐 这是楼中天坐 以及空里至明 空中有乐器 自动也不鼓至明 此乐音中皆全三宝为妙观门 这两种音乐声 东东会叫我们念佛念法念声 这个是保楼 二 持想下结成总观 持想 就是一百三十四页第一行说 持想成以名为初见极乐世界 宝树宝地宝石 视为总观想 这个持想下结成总观 最初细念 我们最初 刚开始要细念西方的时候 且记持土落日及冰以为方便 最初观落日 然后观这个水结冰作为方便 次观彼国地宿石楼 其次观极乐世界的流理地 宝树 八公得池 然后保楼 地宿池楼 就四个观 因之此事 得后后者必得浅浅 要知道说 观地 观树 观池 观楼 要知道这四个 得后后者必得浅浅 如果观到后面的人 一定可以观到前面 好 就是说 先观地 然后再来树 再来池 再来楼 如果观到后面的人 前面呢 一定都可以得到 好 故楼关城四四都现 所以已经观到第五 这个第六关的楼关的时候 这个保楼的时候 前面的这个保地 保树 保持 全部都显现了 所以四种事都显现 虽然是总见极乐世界 保地 保树 保持 保楼 好 通通见 但是若望后观 后观就是佛菩萨 正报 相对后面的佛菩萨 的正报来说 使由约略 故约出见 好 所以观到第六关的时候 虽然是可以见到极乐世界的 这个一报 但是 相对于后面的正报呢 佛菩萨 这个地方还叫做省略 还简略 所以故约出见 所以叫做出见 极乐世界 好 这个是出见 二 视为下结 视为总观想 就是结 它的名称 三 若见下明立意 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保楼呢 就得到什么利益 除无量一节 几重二业者 他可以除无量一节 几重二业 花作中云 除五亿节罪 前地观 除八十亿节 就是每一个说法都不一样 在观莲花作的时候 讲五万亿节 在讲地观的时候 是八十亿节 难其灭罪多少之数 皆是佛智如量言之 非是初心所能失忆 但可信奉而已 那么就是说 不要去计较说 为什么这个灭五万亿节 为什么这个灭八十亿节 为什么这个灭五量亿节 那么灭罪的多少呢 皆是佛智如量言之 都是佛的智慧 如其所知之量 来告诉我们众生的 这是佛说的嘛 佛说观无量受佛经嘛 所以非是初心所能失忆 但可信奉而已 这不是我们出发性的凡夫 所能够知道 然后去计较说 到底灭多少罪 不用去想这么多啦 只要信奉而已 我们相信佛所说的话 虽然前后不一样 比如说灭五万亿节 也有灭五十亿节 后面也有灭五十亿节的 也有灭八十亿节的 也有灭无量亿节的 我们不用去计较这些 我们相信就好 第四 做事下显观邪正 做事观者名为正观 这个是讲邪正 这个是总观 总观比较短 注解也很简单 再来第七 第七观 第七名佛身终有事 开始观这个正报 就是观佛身 前面就是第一观落日 第二观水观 再来是保地 保树 保持 保楼 这样就六 现在讲第七 明佛身终有四 分四段 第一佛告下 次听许说 就是一百三十五月说 佛告阿难极尾提西啊 地听地听善师念之啊 那么次听许说啊 无当未辱分别解说 出苦脑法 就是我要跟你说了 叫做次听 次听就是地听地听善师念之 许说就是我要跟你说了 所以第一佛告一下 次听许说 第二呢 从说是与时内 说是与时内 说是与时内 在这个一百三十五月 这个经的第二行 说如等益词 广为大众分别解说 说是与时 无量受佛助力空中 这是第二段 所以第二 从说是与时以下 明佛现身相 这无量受佛阿弥陀佛现身呢 第三呢 从时尾提下 为未来请 这个尾提西夫人见到无量受佛呢 说我是佛加持可以看到呢 那末法众生怎么办呢 所以为末法众生请 第四呢 佛告下 愁请广明佛身五种关门 佛告就是一百三十六月 这是第四段 佛告尾提西 欲观彼佛者 当其想念 这是第四段 所以这个经分四段 然后第四 然后第四 佛告下呢 愁请广明佛身五种关门 就告诉他 我们要了解 观这个佛身有五种关门 第一观花座 第二观像 第三观佛身 第四观观音 第五观四字 就是分五段 就后面会讲 好 再来超二 七观观正报二 第七观观正报 那么超写二 为什么写二 因为写面写出呢 六观观一报 第一段是六观观一报 那么二呢 是七观观正报 所以初是六观观一报 二七观观正报 分两段 初分科 分科就是前面分 分四段 二随事 四 跟着解释分四段 初呢 次听许说 就是地听地听 我要跟你说了 就次听许说 二说四下呢 佛现身下 说完之后 阿弥陀就现身了 三十委提下呢 为未来请 四第四下呢 愁请广民 就是回答这个 韦提西他们的要求 广泛说明 分两段 初别从愁请列武 第一段呢 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 依照 韦提西夫人的要求 说观佛要分五段 就是刚才 一百三十四月 最有一行说 第一观花座 然后 一百三十五月 第二观像 第三观佛生 第四观观音 第五观四字 就是分五段 然后这个初呢 有初就二 二就是呢 一百三十六月 二 一百三十六月呢 第三行二 初花下 通就所观四期 这是第二段 这后面 我们先看经文 一百三十五月 经内佛告阿难即委提西 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前面讲六种依报的观法之后呢 佛又说 又跟阿难跟委提西说 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地听就是真实详细的 审实不虚的听 注意听 依照前面解释说 地听地听 就是文慧 善思就是思慧 念之就是修慧 文思修 就是说 佛教众生要文思修 现在听文之后还要思维 所以你听了之后还要去思 诗了之后还要去修 所以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无当为辱分别解说出苦恼法 我现在要为你们呢 分别解说去除苦恼的办法 就是前面说 我不喜欢生在这个五着二世 这个众恶人充满的世界 我要到这个净土 所以我现在呢 要告诉你消除苦恼的方法 如等义词 广为大众分别解说 阿难跟委提西 你要记起来 为大众 广泛为大众分别解说 那么这个是佛呢 教次阿难跟委提西 要注意听 那么我现在要宣说了 说事与时 无量受佛助力空中 那么释迦牟尼佛这段话说完之后呢 因为前面是讲极乐世界的宝地 宝树、宝石、宝楼葛 现在开始要讲阿弥陀佛跟观音世智 所以呢 还没有说之前呢 这个阿弥陀佛跟观世音大师智就现前了 所以说 说事与时 无量受佛助力于空中 释迦牟尼佛说完之后 无量受佛就现身了 助力于空中 助就是停止 力就是站着 在虚空当中 只助在那里 就是有一段时间让大家看得到 不是突然间就消失 所以叫做助 那么无量受佛就停在空中当中 善者 观世音大师智四二大师 四历左右 那么旁边有观世音跟大师智 两位菩萨 站在阿弥陀佛的左右边 左边是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的左边 是观世音菩萨 右边是大师智菩萨 光明世胜不可俱见 阿弥陀佛跟观音世智二大菩萨 光明世胜就是很闪耀光明 不可俱见 那个光明像好没有办法看得清楚 因为太光明世胜 百千炎佛弹谈金色不得为比 无量无边的炎弹谈金色 没办法比喻 比喻说佛的光明 就像我们站佛说佛面 游如静满月 这个亦如千日放光明 对不对 那么这个佛呢 光明呢 这个百千日月 没办法形容 不得为比 再来 十韦提西见无量寿佛与皆祖作礼 那时候韦提西夫人就看到无量寿佛 所以赶快顶礼 头面皆祖礼 还有观世音大师之菩萨 所以韦提西夫人见到西方三圣 就皆祖作礼 顶礼阿弥陀佛 白佛也 然后就跟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我今因佛逆固 得见无量寿佛极二菩萨 未来众生当云何观 无量寿佛极二菩萨 所以我今天因为佛力的加持 的缘故呢 所以我可以看到无量寿佛 还有观世音大师之菩萨 可是未来世的众生没有佛加持啊 没有佛讲经啊 那么他们要怎么样观呢 怎么观无量寿佛 极二菩萨呢 那么这个就是为未来请 为未来的众生请 下面抄 那么 为提印度三圣 乃为未来请三圣观 为离西夫人呢 因为看到西方三圣 所以他又为未来世的众生 请求释迦牟尼佛开世 这个西方三圣要怎么观 如来愁请虚世五门 那么 如来的愁请呢 应该分五种门 五种门就是 前面一百三十四月最后一行说 第一观画作 第二观相 第三观佛生 第四观观音 第五观世智 所以如来 释迦如来要回答他的请问呢 应该开世五种门 何者呢 既欲观佛 佛必坐坐 故先观坐 既然要观阿弥陀佛 阿弥陀必定坐在这个莲花座 所以要先观这个莲花座 又真佛难观 要须想象死心流利 那么真佛就是阿弥陀的报身 阿弥陀的报身呢 没办法观太广大了 所以要须想象 想这个比较小的 葬六八尺的像 这个佛像 那么死心流利 让这个心呢 能够明白 因为佛那么大 高大我们看不到啊 我们说 这个 白好婉转五虚弥 干木澄清四大海 这个白好婉转像五个虚弥山 那么大 那虚弥山怎么观呢 所以我们只有观一个白好 都没办法观 所以只能观 要须想象 想那个藏六八尺的 我们才能够看到 使心流利 让我们的心呢 对于这个佛的像 能够明白 那么能够 流利就是说 我们对于观佛呢 因为佛像呢 张六八尺 我们能够从头到脚呢 可以看得清楚 那么这样子后来 再来观那个暴圣呢 才有办法 没有障碍 流利就是流通没有障碍 是故达三 成之五观 所以回答呢 三个 来 成之五观 要回答 观西方三圣 那么 就要观五种 第一个花座 再来想这个像 佛像 再来 就是观佛 观观音 观世智 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人部的像跟木部的像 依照我们这个经的意思呢 意思是不一样 比如说佛有三十二像 我们这个人部的像 就是类似这个雕像塑像 不是真身的意思 如果是木部的佛的三十二像 那个木部的像呢 那么那个是真实的报生的像 所以我们用人部这个像呢 就是类似我们说雕像 塑像 就用这个人部这个像 表示它不是真的 如果是用木部那个像呢 那个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它两个像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讲说佛像佛像 那你看你是讲那个像 佛的像好的话就要用木部的像 对不对 那佛的这个形象的话 那个佛像木雕的 或者是子化的 那么就要人部那个像 所以事故达三成之五官 而独标佛者以主包土也 为什么呢 只有说观佛呢 就是以这个教主包含了他的地址 图众 接下来说 出花座中有五 接下来是花座观 观这个莲花座 所以为了要观佛呢 先观莲花座 分五段 一名成座法用 并辨其向 第一段先说明这个座 那么 作为观法之用 说明这个座来让我们观想 并辨其向 并且来辨别这个莲花座它的相貌 二呢 一一金色下 明能随机立物 这个我们就不讲 后面就会讲到 再来一百三十六页 事为花响下结观 这个是结观 后面经文有 然后第四呢 阿难如此花下 明有愿力所成 所以说这个庙花是法葬比丘啊 过去的愿力所成 然后第五呢 若欲念彼佛下明观未来有利益 就是说如果想要念彼佛以下呢 这是第五段 那么 就说明这个明观未来有利益 说明呢 如果能够观这个花座 它就能够得利益 将来必定呢 能够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那么就是它未来的利益 这是分五段 下面 超二 出花下 这个世民大师说 现在呢 就所观 所观呢 给它分七段 句论正报 全部都是讲正报 全部都是讲正报 前面六观是讲一报世界 现在以下呢 都是属于正报 从花座啦 然后再来佛像啦 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师智 都是属于正报 须依前科照与其境 那么就依照前面的科 分七种境 前面六个观就是一报 现在七个观正报 文七 出第七花座观 那么正报分七段 第一个 第七花座观 那么有出就有二啊 三四五六七啊 二在哪里呢 就一百三十八月 好 那个超 倒数第四行超二 好 一百三十八月 倒数第四行超二 第八佛菩萨相关 好 那么以下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有分七段 我们就不讲 好 那么第一段 看一百三十六月 出第七花座观 正报的第一个 叫做出 那么以十六观来说 属于第七观 所以第七花座观 那么分两段 出书科 前面已经讲过 出就是书科 二经文 二在一百三十七月 这个超呢 二经文 好 好 现在看经文 说佛告 尾提西 欲观彼佛者 当其想念 前面尾提西 见到无量寿佛之后 就顶礼啊 就跟世尊说 我因为佛力 所以可以看到 无量寿佛跟 两位菩萨 可是未来的众生 应该怎么观呢 才能够见到无量寿佛跟 观世音菩萨大师之菩萨呢 接着佛就说 佛告尾提西 欲观彼佛者 当其想念 于七宝地上 坐莲花响 好 意思就是说 想要观佛 就先观这个莲花 好 因为佛呢 是坐在这个莲花上面 好 所以想要观彼佛呢 先起这个想念 在七宝地上 在极乐世界的七宝地上呢 坐莲花响 好 我们先来想莲花 令其莲花一月上 坐百宝社 有八万四千卖 有如听话 好 那么卖有八万四千光 寥寥分明 皆令得见 花月小者众广二百五十有寻 如是莲花 具有八万四千叶 好 这是第一段 好 依照后面也是分五段 先讲第一段 第一段呢 就是说 在七宝地上 坐莲花响 好 令莲花一月上 坐百宝社 这个莲花的每一个叶上面 这个叶就是花叶 我们叶如果来说的话 叶一般有树叶 有花叶 那么花叶 我们现在常说叫做花瓣 花瓣 我们现在的说法叫做花瓣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说梅花有五瓣 那么樱花有多少瓣 就是花瓣 就是花瓣 那么比如说康乃心就有很多花瓣 对不对 那个菊花也是有很多花瓣 你看一个黄色的菊花 有很多 从内到外有多少花瓣 可能上百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花瓣 但是佛经说叫做花叶 就是花它 比如说一个菊花 可能你把它拆开来 可能有三百个叶 三百个 那个细细细细的那么多了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 兰花就很少了 兰花没有几瓣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菊花 菊花就很多 樱花也很多 那么我们现在的叫做花瓣 那么经文叫做花叶 就是说这个莲花 在每一个每一个的花叶花瓣上面 都做百宝色 就要观说这每一个花瓣花叶都有百宝色 然后有八万四千脉 犹如天化 就是每一个叶上面 每一个花叶上面 花瓣上面 都有八万四千条细的脉细 细的脉细 当然我们现在的花叶看不出来 没那么多 不过如果你看那个兰花 兰花上面就有纹路 对不对 兰花不是一个颜色 如果我们看菊花 一个花瓣就是黄黄的而已 没有纹路 但是兰花上面就有纹路 对不对 那么这里就是说 在这个每一个花瓣花叶上面 都有百宝色 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然后有八万四千的脉 就是它的细细的纹路 每一个花瓣上面就有 有如天化 麦有八万四千光 每一个月麦 当中都有八万四千光 所以在每一个莲花的花瓣上面 有八万四千麦 那么每一个麦当中有八万四千光 就发出不同不同的光 寥寥分明皆令得见 然后花叶小者 纵广二百五十有寻 如果花叶比较小的 纵广就二百五十有寻 那么我们如果说 以这个四十里为一有寻 二百五十乘以四十就是一万嘛 一万里 就是一个莲花的花瓣 纵广就一万里 那么一万里可能一个美国那么大 可能一个美国就是 一个美洲就是一个花瓣那么大 对不对 假如说啦 这样观想 然后这个花瓣上面有八万四千麦 然后每一个麦都会放光 所以如果你想不起来 你就想说 像这个美国 一个美国就是极乐世界一个莲花瓣 那美国呢 在国土上面有很多高速公路 一条一条一条 就有八万四千麦 那么每一条高速公路上面都有路灯 对不对 都放光了 有八万四千光 那么这是 如是莲花聚八万四千叶 刚才只是讲一叶而已 现在阿弥陀佛的莲花有八万四千叶 就是那一朵莲花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莲花 如果是荷花 荷花没有多少叶 对不对 如果是碎莲 碎莲比较多叶 一点 如果我们现在看的荷花 荷花大概五六叶七八叶就差不多 如果分层的话 内一层外一层 可能没有超过二三十叶吧 碎莲可能比较多一点 那么阿弥陀佛的花呢 有八万四千叶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所以 倒过来说 阿弥陀佛的花有八万四千叶 每一个叶上面有百宝色 然后每一个叶上面有八万四千条细纹的麦 然后每一个麦里面会放八万四千光 然后每一个花叶的大小有众广二百五十有雪 那么这个叫做这个莲花 我们从头念好了 说佛告尾提西 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 于其宝地上做莲花想 另其莲花一叶上做百宝色 就是有八万四千叶 那么每一个叶有 一百种宝的颜色 然后每叶有八万四千麦 犹如天化 这个麦就是细纹的 有八万四千光 寥寥分明皆令得见 就是说我们要观这个花就是这样 然后花叶小者众广二百五十有雪 花叶当中有大有小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说 开在最外面的就是最大 开在最里面的就是最细最小 对不对 如果像碎莲一样 开在最中间的叶就比较小 开到最外面一定比较大 莲花嘛 对不对 所以最小最小的叶 是 宋广二百五十有雪 乘以四十里的话就是一万里 好 那么如是莲花 具有八万四千叶 那么这个就是先关这个花叶 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先关花叶 的花色数量 依照后面的注解说先关花色数量 第二呢 第二呢在关什么呢 花间输光 花的当中有光 然后一一月间有百亿模拟珠王 以为应是 就是每一个花叶 就是每一个花叶 每一个花叶之间 我们这个花叶不是一层一层这样叠起来 对不对 那么每一页每一页的中间 每一个有八万四千叶 是一层一层这样叠起来 那么每一页跟每一页之间呢 有百亿模拟珠王 以为应是 这个当中不是空虚的 有百亿模拟珠王 作为应是 应造装饰 一一模拟珠呢 放千光明 那么在花叶之间的 每一个模拟珠都会放光 放千种光明 其光如盖七宝合成 骗覆地上 那么这是说 在花叶之中有这个 百亿模拟珠 这个模拟珠会放光 然后这个光如盖呢 就会放光照到这个地上 所以说阿弥陀文那个莲花座 花叶之中有模拟珠 模拟珠放光会照到这个地上 骗覆地上 好 那么就是这个光会照出来 照到地上 不只本身 这个莲花有光 而且这个莲花发出来的光 会照到附近的这个地上面 所以七光如盖 七宝合成 片覆地上 这一段主要是 光这个莲花叶当中有模拟珠 那么模拟珠它会放光 这个光会照到地上去 不是只有照在花间而已 它要照到大地上去 有个高的消息 这是第二段 这第三段 是观连台 台就是在每一段 刚才是花叶 然后花叶之间会放光 这个光会照到地上去 现在关联台 第三 释迦皮仁且宝 这前面有解释过了 那么以这个宝为联台 此联花台 八万金刚真属家宝 范魔尼宝 妙真之王 以为教室 表示说这个联台 就像我们看那个 荷花当中有一个联台 联台当中有联子 那么这个联花当中有联台 这个联台用八万金刚真属家宝 范魔尼宝 妙真之王 以为教室 这个联台有很多很多的珍宝 庄严 这是第三段 关这个联台 再来第四 写第四 于其台上自然有四柱宝床 在这个联台当中 四个角落有四柱的宝床 有这个床 一宝床 如百千万亿须弥山 床上宝蔓如夜魔天宫 互有五百亿唯妙 宝珠以为应世 那么这个联台上面有四柱宝床 宝床 这个床就是直立的 直立的 四柱宝床 所以我们看佛像的时候 我们看人家画那个佛像 像我们现在讲堂这个佛像 它只有莲花 它没有画那个宝床 如果你看那个故宝床 如果你看那个故宫有那个极乐世界图 那个阿弥陀佛就坐在那个莲花台上面 然后前后左右有四柱床 床上去就是有个宝盖 有个宝盖 所以它有一四柱宝床 就是说依照这个观五量寿佛经说 上面还有宝盖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做的佛像 没有做到宝盖 没有做到宝盖 所以只有做到莲花 那么佛就站在莲花上 或坐在莲花上 没有做那个四柱的宝床 那如果你看有的佛像 它会画 就是阿弥陀 前后左右 就有四柱宝床 然后宝床上面去 就有宝盖宝盖 就是这样的仪式 所以这个地方说 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床 四个柱子 依宝床如百千万玉须弥山 这个床有多高呢 有百千万玉须弥山那么高 然后床上宝盖如夜魔天宫 这个四柱宝床上面 就有宝盖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山盖 如夜魔天宫 因为既然 每一个柱都百千万玉须弥山 那么当然上面的宝盖就很大了 就像天宫那么大 所以如夜魔天宫 负有五百亿为妙宝株以为硬氏 所以这个宝盖上面 这个宝盖上面 有五百亿为妙宝株以为硬氏 一宝株有八万四千光 一光做八万四千亿种金色 那么这个上面的宝珠呢 每一个宝珠有八万四千光 那么每一个光呢 又做八万四千亿种金色 所以主要意思就是说 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呢 那么它有种种的色 八万四千就讲很多很多很多的啦 表示说这个色相非常的微妙 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所画的这个佛像 或者是图 那么就是很简单 那极乐世界它是很光明的 所以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 一一光做八万四千亿种金色 亿种就是不同 每一种光又有八万四千不同的金色 那么我们现在一个金色 就只有一个金色啦 它有八万四千不同的金色 那么下面呢 下面是另外一段 那么这是花座的第一段 第一段里面又分成四小段 四小段就讲这个 一个莲花有八万四千叶 然后呢 这个莲花叶当中有 这个模拟珠 模拟珠也放光 然后再来就是莲台 莲台有四柱宝床 宝床上面有宝曼 宝曼有宝珠 宝珠有八万四千光 八万四千色 那么这是花座 先讲这个花座 下面的呢 我们下次再讲 阿密度风 阿密度 阿密度 中文字幕 李宗盛